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有卖的学院推出的安卓的高级UI空间视频课程 我是本套视频课程的讲师超哥 本节课给大家介绍的是 使用系统空间ViewPager实现手指左右滑屏切换页面 ViewPager是安卓的系统中 专门用于手指左右滑屏切换页面的系统空间 在前面的课程中 我们学习了如何单独使用系统空间ViewFlipper 实现手指左右滑屏切换页面 以及使用ViewFlipper和GestureDetector 实现手指左右滑屏切换页面 本节课我们就来学习一下ViewPager的用法 我们先看一下ViewPager的使用要点 在使用ViewPager时 首先我们需要定义包含ViewPager的一个布局文件 然后我们要定义进行切换的所有页面的布局文件 接下来把所有要切换的页面添加到ViewPager中 那每个页面所包含的一些数据我们要把它放在一个Adapt中 因此要继承PagerAdaptor 好 接下来我们就编写一个Demo 来学习一下ViewPager的用法 编写的这个Demo的运行效果 与之前我们学习ViewPager时所编写的Demo的运行效果是一样的 好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之前我们编写的Demo的运行效果 我们要切换的是五个页面 分别包含了就在每个页面分别包含一个TextView和一个图片 这是第一个页面 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个 第五个 当然我们也可以向右切换 向右滑动进行切换 好 接下来我们就通过ViewPager来编写一个Demo实现这个效果 我们新建一个Android的ApplicationProject ViewPager COME点MathEDU.Activity 4.0.3 4.0.3 HoloLite 先加到MathEDU这个WorkingSense Nex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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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nish 我们看一下使用要点 首先我们要定义一个包含ViewPager的布局文件 首先把这个跟标签改成ViewPager 首先把这个跟标签改成ViewPager ViewPager它是在Android的点Support的 V4.V4这个SupportLabor中 因此我们要使用它的全全路径名称 明明空间不变 给它起一个ID 做ID ViewPager 布局宽度和布局高度都是MathParent 好 这样就可以了 一个包含ViewPager的布局文件 然后我们要定义 所有进行切换的页面的布局文件 第一个就叫ViewE吧 RouterElement是LinearyArt 它的宽度和高度都是MathParent 方向 因为我们每个页面都包含一个TextView 和一个ImageView 方向就是数值的 然后给它定一个背景 我们也可以让这个图片作为整个LinearyArt 整个页面的一个背景 而我们页面中的只包含一个TextView 我们就指定一个背景 图这里的图片呢就跟ViewFlipper中的这个图片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把之前用的图片拷贝过来 只能试一下 zwi voor 安卓2的 安卓1 里面包含一个TextView 给它取一个ID 这个就叫TextUe 然后是Android的LiataWidth 是WrapContent Android的LiataWidth Hide isWrapContent 它的文本 我们定义几个文本 LiataWidth LiataWidth 就叫LiataWidth LiataWidth 它的文本就等于LiataWidth LiataWidth 然后是规定一个自己的大小 TagSize等于30XP 最后再定义对齐方式LiataWidth 就等于水平方向上中心对齐 好我们定义了第一个页面的布局文件 然后我们要进行切换的是五个页面 第三个页面 第三个页面 第四个 第五个 第五个 好这样 我们要进行切换的五个页面的布局文件也定义好了 在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把这五个页面 添加到view page中 为了解析所定义的五个布局页面的五个页面的布局文件呢 我们要定义一个LiataWidth LiataWid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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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我们就可以分别解析每个布局文件 LiataWid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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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52345 然后把这五个view分别添加到一个arraylist中作为adapter的参数arraylist 你有一个arraylist 分别把上面得到的五个view添加到这个arraylist中 arraylist.addView2arraylist.addView3arraylist.addView3 再接下来我们就要给这个viewpager设置一个adapter 先拿到布局文件中定义的viewpager 然后给这个viewpager设置一个adapter 这个adapter呢我们要继承系统提供的pageradapter这个类 因此我们先要定义一个ass 它要继承呢pageradapter这个类 它的名字是myviewpageradapter 然后我们就要把我们刚才得到的这个arraylist 作为pageradapter就是我们定义的这个pageradapter的一个参数 因此我们先要定义一个一个实力变量 myviewpageradapter 然后在构造方法中把这个arraylist作为参数 myviewpageradapter 它的参数是一个list ArayList ArayList This is Aray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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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除了重写这两个方法之外 我们还要再重写两个方法 一个是初始化某个item的时候 再一个就是销毁某个item的时候 重写 一个初始化item 一个是destroyitem 在重写getCount的时候 也就是得到这个ArayList中 所有的数数量 因此我们只需要返回 ArayList ArayList Size 就可以了 再重写 isview fromobject的时候 也就是说 从得到这个对象 它是不是一个view 我们只需要返回 一个表达式 用来判断这两个参数是否相等 那就可以了 在接下来 在初始化某个item的时候 我们要把ArayList中某个位置的这个view添加到容器中 这一个参数是容器 这是位置 因此我们要把 addview 那这个view呢 它要从ArayList中拿到 然后参数是这个view在ArayList中的位置 然后添加到作为它的地点的元素 然后返回的呢 就是这个ArayList中的这个当前的这个位置的元素 在销毁某个item的时候 我们只需要把这个view从container中移除就好了 rem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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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move view arrayList.get 好,这样我们自定义的这个pageadapt定义好了 在调用setadapt的时候 我们要你有一个myviewpageadapt参数呢 就是我们前面得到的arraylist 然后呢我们给这个viewpage设置 第一个显示的页面 set currentitem等于0 这样我们运行程序后 第一个显示的就是 第一个显示的就是第一个页面 好,我们运行下这些示例程序 好,我们首先看到的是第一个页面 然后向左滑动 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 然后向右滑动 这样我们就实现了通过viewpage 来手指左右滑屏切换页面 好,本节课就给大家介绍这些内容 谢谢大家观看 让我们下节课再见 接下来 我们下节目 经济 差不多 当时 好,我们下节目 好好,我们下节目 但我们下节目 下节目 那么,我们下节目